语文尝试里面有哪些是每年必考 你一定要复习的 第一个呢 我们还是会先简单的谈一下 就是这几年的一个考试的趋势是什么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第一个重点 好 那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会去 去统整一下 这几年的一个提型 大概有哪些提型 然后以及它的测验目标 大概想要测验同学什么样的能力 好 那这个在讲提型的部分 老师会举具体的例子 对不对 最重要是怎么去破解这样的提型 好 那提型的统整呢 为什么非常重要呢 因为呢 提型那就代表有分类 对不对 那就代表呢 你不是以文章为单位 不是一篇一篇的读 好 那这个提型的掌握呢 老师今天呢 会告诉各位同学呢 好 有哪些是你最后一个阶段 一定要掌握的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基础提型 基础提型就是呢 大概我们会讲一下它的占比 那基础提型呢 就是贝勒就有分的 好 那有哪一些是每年必考的 陈帝国文国酒冲刺班 暑期开跑 嗯 那到我这次不能跑的话 你觉得本来一个基础提型就是 一家 嗯 那不是电视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技术 是的 所以电视就有一个基础提型 要不要退后的会训练 是 可以讲出来 然后步骤 就是文文的一个节目 嗯 最大方式是什么 因为以前我都是就是 以前要一直看文艺 但是还是很好的 就是后来出一课说 就是到 刚才里面就要长点 然后就不要一直花时间那边 评论我自己以后 所以文文下面的学习上 会招待这个方式 那位老师教我们的 到电队没有看过的文章 要有一些实际的学校 那就是对我很大吧 有哪一些呢 隔几年就会考一次的 有哪些是几乎没有出现在提型里面的 好 那这个待会我们都会讲 那今天老师呢 这个部分呢 老师会先提纲而已 好 那再来第四个呢 就是答题策略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要怎么去破解 就是每一种提型 所以第二 第二个部分 跟第四个部分 它是互相呼应的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 好 就是老师会先预告一下 我们后面呢 好 的一些讲座 老师先预告一下 下周日 好 我们会考 考完的最后一天 好 应该是5月19号 好 那老师会在台北市补教协会的解题记者会 好 那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 也会直播 那记者会里面会讲就是今年的题目 大概错几题 好 可以拿到A++ 加错几题可以拿到A 加错几题可以拿到A 还有今年的考试趋势 跟过往有哪些相同 有哪些改变 好 那以及面对这样的考试呢 你的高中的准备 那或者是你准备会考呢 好 要有什么样的策略的调整 好 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 第一个考题的类型跟趋势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好 老师先简单讲一下 好 那我们呢 那就来直接的分析一下 今年的一个考试的 这几年考试的题目的一个 各个分类 然后它的一个总项大概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老师先简单讲 好 总共题数是42题 好 那大概每一年行音译 好 考5题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 好 它占的考题比例是7% 再来是陈词语的运用 好 大概在这个地方 好 大概是7% 好 那语文常试的话呢 大概 每年不太一样 好 它大概所占的比例是10% 好 那语文常试它的内容 就在你的国文课本里面 好 就是国文课本里面 是不是大概没几课 就会有的语文常试 那这个部分老师要提醒大家 你不要 它是国文课本里面 唯一一个 它一定会 百分之百会出现在考场上的 所以这个部分在最后阶段 请各位一定要复习 好 那等一下老师会提醒大家说 语文常试里面有哪些是每年必考 你一定要复习的 再来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剩下的 一二三四 剩下这四块呢 都是阅读测验 好 四十二题里面大概是三十二题到三十五题之间 都是阅读测验 课外阅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几年的一个考题的走向是什么呢 好 好我们先来看短文的部分 短文部分是这两个 短文里面老师要提醒大家短文阅读里面呢其实主要都是考文言文 然后再讲一遍哦 短文阅读几乎都是考文言文比较多 白话文考的比较少 那长文阅读大家看一下这边这个是长文阅读好 那长文阅读注意听哦 长文阅读呢主要都是要考 白话文比较多 好也就是说文言文主要考在短题里面 好 白话文主要考在长文里面 等一下老师会讲说那文言文跟白话文呢要怎么去解题 那有一些关键的重要在最后一个阶段你必须要知道的 然后甚至要去熟练的一些技巧 是技巧哦 不是盲目的刷题 好那等一下老师会跟大家讲有哪些 你一定要在最后阶段好要认真去准备跟熟悉的 好那我们往下看一下好 所以呢这几年的一个文言文跟白话文的比例是好 文言文的比例呢在短文里面呢 基本上都是考文言文 大家看这边好这个是一个短文的文言文白比例 好所以短文的话呢大概文言文的比例是57% 好白话文是43% 那但是呢这几年其实还是有短文里面文言文的比例有增加的趋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长文的部分 长文很夸张 好他如果是八个题组里面呢 大概只有两个题组是白话文言文 剩下的六个题组全部都是白话文 好那各位同学现在 要想的是你要去检查或者是你自己知道 你要先想一件事情就是呢 我到底自己比较弱的地方是在短文还是长文 好你想想你平常都是错短文还是短阅读 还是长阅读 长阅读跟长阅读的一个准备的方式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他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各位同学应该要先去了解的是呢 你的弱点是在短文还是长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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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